新聞一開始來關心 六港警方抓到一名頭體 約紅仔幾台年級的車子 讓這些台主去曝曝的事 這名車子一路由台中頭來到六港 這頭體前的過程 也都讓報到的忙碌上面 那不是去外面當中 穿著穿13塊的男主 站在你娃娃機頭前 人一窟了把手搖開 今天來面所有人家都都拿了了 他就像一般的客人 然後就是看看台子之類的 然後他應該算是隨機找 然後應該是 我看他是有觀察現場 我們看攝影機 他是有觀察現場的鎖頭之類的 他應該是會找比較嚴重的鎖 他比較容易搞定的鎖下去弄 這件車子一路由台中 對面這支娃娃這點來 受害的台主看到鎖上去外面很想起 今天皮帶在你下滾網站 希望大家會做回來釣測 受人的重報案 那釣入一件事器之後 你發現這個刑警員 疑似用工具把娃娃機的錢箱撞開 讓我們竊取大概現金一千多元 目前嫌犯在他想設計的要很簡單 有多輛車子 那可能也包含汽車、機車跟腳踏車 那我們將會所拼的大車子來進行 或許做辦 這名車子正常說 近年頭噴大中部地区 由台中風丸、台里、沙拉到六港都有 京鳳也依舊車牌 在在六合鎮翁台中 領著頭起娃娃機金錢的車子 以上發辦 大中華新聞林貴英 六角蔡宏報道 總結束 還有 後面 電視